我的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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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走下车 两人紧紧相拥 甚至激动得频频尖叫 因为这是他们母女俩 50年来第一次见面 我没有想到其他孩子 听我说的 但她看得比我更像我 比所有的 76岁的普莱斯 1965年 在医院产下一名女婴 不过普莱斯 连女儿的脸都没看到 院方就告知 孩子已经夭折的消息 让普莱斯伤心不已 但事实上 普莱斯的女儿吉尔摩 不但好端端的活着 还被好心人士收养 三岁时感染麻疹 丧失听觉 吉尔摩的小孩 日前透过社群网站 找到从未谋灭的外婆 终于促成这场 半世纪后的团圆 母女重逢令人感动 但医院怎么会犯下这种错误 母女俩还是会请律师协助 追究相关责任 记者许特轩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